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则里面主要是正则的邪法 正则是用来匹配字符串的 正则是用于匹配字符串的一种公式 简单来说 然后它的邪法主要就是分为这么三种 你要找什么 然后找多少 然后在哪找 那所以具体找什么的话 找什么字符 我们就分为一些等价符 那比较常用的 比如像钢D 表示的数字 这个钢W字母数字下方线 再包括一些这个字母处的用法 然后呢 比如像A到Z 这个0到9 0到9 那包括还有那个大写字母的话 大A到大A到大C 那这是属于一些呢 这个等价符啊 然后呢 还有那个 还有点 一个普通的点 这个点是表示呢 除了换行之外的任意字符 任意单个字符 这是比较常用的一些呢 这个符号 当然还包括其他的呢 其他的普通字符 普通字符 比如说呢 你就要找一个ABC 你可以直接写一个ABC 代表你就要找到这个ABC 这三个字符 放普通字符也行 那前面这是一些的等价符 一些呢 这个字符 那包括还有转移符 转移的点 转移一个普通的点 那这些符号 然后找多少的话 就是这个数量的 数量的呢 我们有那个星号 加号 问号 大符号 大符号N 大符号N 大符号N都号 大符号N都号M 那分别是表示这个数量的 那星号呢 是零个或多个 就是任一个 加号呢 是零个或一个 一个或多个 至少一个 这个问号呢 是零个或一个 是表示这个数量 N呢 是确定的数量 大符号 你们放个数字 这种 然后在哪找呢 就有那个定位符 开始 结束 然后这个单词边界呢 是转移的B 小写幣 是单词边界 最后呢 还有那个修士符 修士符呢 互联大家写的I和全觉的G 主要是这么两个 还有那个多行的那个M呢 不用管它 通常就是全觉的I 全觉的G 全觉的G 和那个互联大家写的I 这是这个正责相关的 这么一特殊字符 定位符 我们把它叫做原字符 这是 限定符 那么写证则呢 就得呢 根据这些呢 组合起来用 组合起来用 比如说这个手机号 这是我们最典型的一个手机号 因为相对来说 又比较简单 基本的约法 两个写杠 然后呢 开始结束 定位符 然后呢 找的是 比如说一 第二位呢 三到九 那前面这个一的话 就是属于用一个普通的词符放在这 必须是一 它不是用了什么等加符 它就是一个确定的 就是一 第二位呢 是三到九 这就是一个字符速度用法 找一个范围 后面呢 用一个等加符刚D 表输数字 然后呢 大过号 九 九个 如果没有加那个量词的话 没有加这个限定符的话 就表示是一个 单个字符 加的量词 就是它前面这个呢 得好几次 好几个 九个数字 那后面呢 有这个 如果加个G的话 就是全局 I呢 就是互联大小型 但手机号里面是不需要加 这是振泽呢 相关的这个知识点 最基本的知识点 后面是涉及到呢 有那个 有那个叫什么 叫预查 预查 或者叫做那个环式 它的语法呢 就是小括号 里面放一个问号等于 和小括号 那个问号碳号 这属于预查的概念 是预先查看一下 看后面有没有某一种字符 所以它呢 基于前面某一个表达式 那比如前面一个呢 这个 刚D 找一个数字 找数字后面 有没有呢 有没有一个 比方一个字母A的 还有找数字后面 是没有这个字母A的 找有字母A的 和没有字母A的 这是分别区分 那么不以什么 我们之前写过呢 以IMG开头的 不以什么 IMAG开头的 都属于这种 然后呢 有那个子表达式 子表达式 这个捕获 和反向引用 这么几个概念 就是在表达式里面呢 如果加了括号的 比如说这是一个 刚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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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1 刚2 如果我写这么一个表达式的话 它表示我要匹配呢 四个连续的数字 然后呢 第一位和第三位是一样的 第二位和第四位是一样的 就那个数字要是完全一样的 那这样用法呢 用小括号的 就是一个子表达式 加了小括号 里面的就是子表达式 然后它在执行一个 完整的匹配的时候呢 会把那个子表呢 是匹配到对应的内容 也会呢 拿出来存一份 我们后面可以呢 用转移的数字的话是 去找到呢 是第几个小括号 当中对应的内容 那它把这个小括号里面 匹配的内容 拿出来的这个过程 叫做捕获 我们到后面 用转移的这个数字 去用这个小括号的内容 这属于是反向引用 那这是正则里面的 这么一个知识点 然后如果用在 字符串替换的话呢 会有那个 多了一多了二这种切换 主要是用在 那个字符串替换的时候 字符串替换 那替换的时候呢 你想要再反向引用 这个正则里面内容的话 可以用这个多了一多了二 去表示 这是正则相关的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回顾一下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 如果记得不太轻的 也推荐大家 就是回头再去看一看 你发现某一个字符串替 好像记得不是很轻了 回头去看一眼 以后呢 可能就隔了一个月了 一个月以后 再回头可能又碰到某个点了 忘了 再回头去看一看 这样当你逐渐看得多了 然后呢 你用得多了就记住了 当然你一段时间不用 可能又忘了 忘了没关系 你回头一看 一看看明白了 没事了 这都属于正常 那如果回头看的时候 还是没看明白 那再得花点水 再去研究研究 或者问一问 这是正则 那先领服 我们还讲 讲多了 然后呢 是原型对象 原型对象 原型对象是什么东西 说到原型对象呢 我们得先 是不是得提到一个构造函数了 对吧 先放一个构造函数在这 然后呢 把它实力化 一个人 6一个这个person 这样就得到一个对象 这是构造函数的概念 构造函数 你定义的一个函数 如果呢 被实力化了 这是实力化 这个构造函数 然后呢 得到一个对象 得到一个实力对象 如果这个构造函数 被实力化了 我们就叫得到 它是一个构造函数 得到了就是一个对象 它如果没有被实力化 它是普通的调用的话 它就是一个普通函数 然后在构造函数里边呢 通常会用这种 this的方式 去设置它的一些属性 然后呢 我们通常会把它的 这个 to type 会把它的一些方法 放在它的原型对象上 然后呢 比如说 它就要抗色调用 Hello 为什么会有这个原型对象这个东西 就因为呢 如果你所有东西都放这个构造函数的话 你每次实力化 它都要重新创建一份这个数据出来 在内存里边得单独存一份 你实力化一次 它也单独存一份 所以它一个问题就是呢 比较浪费这个内存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所以它GIS语言本身呢 就考虑到了这一点 它就给我们提供呢 就是给任何一个构造函数 或者说实力对象 它都对应的有一个原型对象 你把呢 比如说它给构造函数的话 就可以通过这个Food Type 得到它的原型对象 然后你把它所有的这种 相同的内存的成员 比如说每次实力化之后得到的结果 如果这个成员是一样的 他们都有C这个方法 都是这个函数 我们就把公共的东西呢 就放在原型对象上 就把放在一个公共的对象上 这个公共的对象呢 就是这个名字叫原型对象 所以它是呢 存放 存放呢 一个这个构造函数 它的多个 多个实力对象 公共的 公共的成员 一个呢 公共对象 就一个构造函数 它对应的多个实力对象 比如它对应这个OBJ和对应这个OBJ2 这两个之间呢 他们有相同的一个成员 比如这个C这个方法 我们就把这个C这个方法呢 放在一个公共对象上 就是它的原型对象 这是原型对象本身的这个概念 然后呢 原型对象里边呢 又有一个这个原型念的概念 原型念 原型念是这个什么样的概念 一个对象 它是有它的原型对象的 那比如像我们那个OBJ的话 OBJ的话 它可以呢 用一个下滑线下滑线 Pro2 可以是取到它的原型对象的 或者说呢 用它的这个Constractor 取它的构造器 构造函数 在点上的这个Prototype 也是能取到它的原型对象 得到的这个原型对象呢 又是一个对象 所以还可以呢 继续去取Prototype 所以下滑线下滑线下滑线Pro2 是实力对象 就用下滑线下滑线Pro2 这样还能够取到呢 就是它的原型对象的原型对象 所以说这是原型对象 还有原型对象 还有这个原型对象 那这样的原型对象 还有原型对象 原型对象 还有原型对象 直到呢 最顶层的 直到这个最顶层 这个呢 是Object 它的这个Prototype 一直找到这个原型对象 这是最顶层的 那这样就形成了 一个链式的这么一个结构 我们把这种链式的结构呢 就叫做是原型链 一个链式的这种原型对象 那一个原型对象 还有对象 一个对象 还有对象 那这种链式结构呢 我们叫做一个原型链 这种结构 然后呢 找一个对象的成员的时候呢 这其实就是呢 这个原型对象的链式结构 链式结构 然后呢 找一个对象成员 的成员 他呢 会先从自身找 找 然后呢 再呢 从原型 从原型 对象找 就这么一直找 直到找到为止 这种找法 这种链式的查找方式 我们刚才也说成的就是一个原型链 其实就是原型链的特例 找一个对象的成员的时候呢 先从自己找 自己有就用自己的 自己没有呢 找他爸爸 找到原型对象 他的原型对象没有 继续找原型对象的原型对象 一直找 只能找到 找到最底上 那如果最后都没有的话呢 那就没有了 但只要找到一个的话 他就直接用 这是这个原型 原型链的 他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那原型对象 没事了